大家好,各位早晨,来到1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的黄韦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阿姨 见到美股星期四做好,科技股带领着升市 广告成为反弹之后,夜期升到18点 今天大市有什么焦点要留意呢? 我想今天来说,继续留意港股能否保持反弹 因为今年来说之前跌幅比较大 而且看着内地因素,这都对港股来说比较关键 我们待会再详细和Ravi谈谈 如何看待外围最新的消息 以至港股的走势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名我们 电话是92133819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明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依然强劲 上个星期初次新领失陆救济金人数 降至18万7千人低过市场预期 联储局首季减息预期降温后 投资者将焦点转到企业的消息 我们看到苹果和晶片股 和台积电都大动科技股做好 导致扭转组段超过140点跌幅 收市转升201点 结束三年跌 报37,468点 纳指升200点 报15,055点 标指升41点 报47,80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先回后升 迫向4.15来 美汇也靠运在103的楼上 看看焦点美股方面 业绩号的台积电 秋升近一成 苹果获得美银上调 评级股价升3.3% 晶片股 NVIDIA和AMD都在床升高 Meta升2% Google和亚马逊也升超过1% Tesla就逆市跌1.7% 另外波音升4% 是最强的导致成份股 看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网易比港股升2% 百度升1.6% 阿里巴巴和京东跌0.2% 至于汇控比较强 ADR比半港收市升超过1% 友邦升0.4% 港交所升0.3% 今天早上外围市况 泰区股市普遍偏强 至于导致期货暂时跌11点左右 日本股市也很强 升超过1.6% 日经平均指数36,034点 升568点 南韩市升4.4% 澳洲市也升1.1% 恒指黑旗的表现 恒指黑旗正靠稳 对于变动不算很大 升至23点 接下来和Rafi谈谈外围最新的消息 看到美国就业数据比预期好 是否美国更加没有提前减息的理由呢 以及联储局的官员最近都不停说话 最新有联储局的一票位博士蒂克 南韩提到美国通胀正向2%的水平卖进 自己就预料第三季才会开始减息 但看到市场又开始消化 因为美股昨晚也升了 但当然最近也有个高位整股的情况 其实是否整股之后还是有力继续升呢 你又怎样看是否需要小心一点 其实可能那件事未发酵完 即是对减息的憧憬下差的话 如果你说美股短期去看 其实过去那两个星期都有说 可能短线会是所谓审慎一点 也未必觉得危会大一点 但你说去到这些位置 真的要再上升 要更加多一些好的刺激 因为始终大家都记得 最后去年年美股那阵升上来那么强 其实说过很多很多次就是炒减息 甚至乎这个星期初的时间 曾经是夸张到市场在估计 储局会今年减6.7次息 今个星期年初 因为承接着上个星期初的时间 因为承接着上个星期出的CPIP 数据大家这样去解读 但是过了这几天 到今天这个星期尾 其实这个看法是有些改变的 市场开始是缩紧 即对于今年减息的预期 例如日前减至只有5点多次 不断缩下来 三月份减息的减息 都不断下来 所以亦是借着因为这些因素 而令市场是有些反复的 所以你说现阶段来说 除非我想大家 对于美国减息的预期 重新短期有一个很大的升温 否则即使借着这个因素 再炒高美股的机率 不算太大 但是当然 昨晚为什么美股 都可以比较强 扭上来呢 说真的 其实又不是炒减息的东西 昨晚反而是借着业绩因素 是 因为这段时间也是业绩期 所以我觉得 另一个因素 留意就是业绩的情况 究竟可不可以再支持市场 就是推高了一点 因为始终说真的 去到这些高位 整体股值真的不算便宜 当然 你说业绩期内 暂时 可能出了一堆的 部分科技类一些的业绩 又或者是纳资金银行股业绩来说 其实是挺觉异的 银行股其实普遍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说 譬如昨晚投资店 一两只都能够好一点 可能又令大家对于整个Tag股的看法 会是正面一点 那始终你其实美股 说真的 气氛很多时候 都是由科技类带动回来的 那如果未来的科技股份 是能够保持到业绩不差 那这里我觉得 对于美股有微信 是太过蚁住 但是怎样说 整体 其实正如刚才说 去到这位 我觉得可能继续有机会 保持着反复一点 未来一路看着业绩之外 因为未来月底 也有关键位 就是美联储的意识 虽然今次其实 不预期有什么动作 但是我想 因为近期这样变得那么紧 刚才说 减息的月期 一时又7次 一时又去到5点多次 减息的机率不断变来变去的时间 大家不断会找更多指标 去看这件事 所以我想 未来的一次意识 这也会是小关键因素 所以暂时的美股 我想在高位里面 可能相对会比较反复一点 但当然 我想部署来说 看法整体 其实跟之前说差不多 即是反复 虽然没有怎么再升上去 但如果你说低位是拿开货的 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太担心 但当然也很看着拿些什么 如果你说 如果低位是拿上来一些 大型的重磅科技 我觉得不是很担心的 甚至乎 其实以现在的部署来说 可能就拉开一些其他板块 比如一些稳健的 可能一些收息类也好 或者医疗护理类也好 这些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虽然如果你说 整体的短线 我觉得未必再大升 即时爆上那条件 明白 港股 昨天终于有蛋 先总议一下上天的表现 接着问Rabby 究竟还有蛋多少呢 港股出现了2024年来 昨天的升市 行指高开24点之后 就势反复一点 一度跌了92点 都会见15183点 下午之后 曾经升186点 麦恒指传入反弹114点 报15391点 成交额有1073亿 科指升0.5% 报3176点 百度升3% ATM弹1% 航运股做好 东方海外升5% 内房股普遍有反弹 雅居落升7% 碧桂圆升3% 猪肉股 曼洲国际市跌超过2% 马北水盘路 马北水继续录得淨流入 但金额减少至5亿8千万 但已是连续5个交易日 录得淨流入 马个股方面 资金比较多 流入腾讯 全日淨流入3亿8千万 美团和中信信券分别 给支3亿2千万 和2亿2千万 淨流出方面 刑负基金走资20亿3千万 恒生国址ETF走资3亿2千万 继续和Ravi谈谈谈港股 因为大家都经常说 都是看着内地市 看着内地市 港股这么大 昨天内地市 最终有个很厉害的B型反弹 深B 因为下午之后 全流有些国家队入市 当然未得到证实 但A股导星始终带动了港股反弹 另外一些可能是利好的小食棉 例如法改委 也有说 未来应该要多出一些有利 找预期的政策 审慎出台一些收缩性 和抑制性的举措 下一步就要做好着力 扩大内需等工作 也利好市场的气氛回云 你怎么看 大家都知道 港股可能都跌了这么多 在技术性反弹 可以弹到多少 是的 暂时就算是弹也好 我想同意判断位置 技术反弹 我觉得也不要觉得 那么快转势或是怎样 当然 你说昨天港股也能够大 你借着A股也拉回来 而二来 刚才我们所说的 全国家队入市 但这个真的 没有证实 也得不到证实 因为一定不会跟你说 国家队入市 但大家会这样估计 甚至很多时候 当A股跌到某些位 昨天A股跌穿了2,800 是对的 所以某村一些大位 或者某村一些很低的位置 就厉害一些炒作 所以这个是没得说的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实际 就算是过去有也好 其实这些效应 都是比较短暂的 因为始终觉得 有一场是否等于 他们不用输 或者等于是否 市一定是大升 我想最主要的市 后市可否升上去 其实真的有没有好的利好因素 而过去我想整体 应该是港股 或者A股的其中一个负面因素 就是刚才提到内地的经济 以及各地的板块 譬如内放那些问题 但是经济的情况 其实就真的要 起码大家对那个看法 会是乐观反 或者觉得 未来经济有一个动力 有一个增长 这个才是一个 比较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这样的话 才令港股或者A股 会有一个持续一点 或者更好一点的上升 所以如果不是只靠一些 所谓的国家地合场 或者是 某个两下的考作 其实可能只是 只是在社会较少一点 所以这些因素 其实暂时对于港股来说 都会觉得 可能只是一个反弹 而且其实说实际上 虽然说是反弹 但是对比前天那一刻 大阴族下来 那个弹力 其实也很弱 也很弱 虽然你说昨天 成家都是千亿流上 比起之前那排行 七八八八一是多的 但是对比前天 刚才说大阴族下来的 那千三亿来计算 其实昨天那一刻 买货又不是很强 如果这样单日去比较 所以这里又会记得到 其实大家我想 仍然会有些审慎 而且整个图表来看 其实也没有改变 虽然昨天十分阳烛 也算是年初至今 这十几天第二天的声势 但是问题就是 你整个走势都是向下 压着所有军线楼下 所有军线都在倒转排 甚至我们现在 距离最近的十天线 一万六千三 都有少少距离 成千点的差距 所以一天来说 你连最短的军线 都不能上去 其实很难说 是不是这么快 要站稳 所以我觉得可能 反弹下有这个条件 因为去到这么低 还有有时去到这么极端 总有人会买惹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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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是 可能还是先借一些技术的反弹 为主 想要的 稍贵 为主 来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